下午2点国际奥委会官宣韩国队阴谋被识破 中国队成最大赢家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量仔聊球 我是量仔 如果你喜欢量仔的视频 别忘了给我点点赞和关注 让更多关注韩国队的粉丝看到 谢谢各位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言归正传 那么说一下最近的韩国队的阴谋被识破的情况 我们知道现在的冬奥会已经是进入一个尾声当中 那么对各国的运动员来说都在本次冬奥会呢 享受了一个很好的比赛 而在这么多国家队的运动员当中 我们也注意到呢 唯独是韩国队的运动员 那么在最近可以说是无事生非呢 闹出了很多的一些风波 那么在此前呢 在两个短道速滑项目当中呢 因为韩国队这边的选手呢 也是因为自己犯规的问题呢 被这个高速摄像头给捕捉到 最终呢被判出去 结果呢在比赛结束之后呢 韩国队这边呢却不服这个判决 然后呢把这样的一些请求呢 闹得非常的大 晒后呢拒绝媒体采访 还把事情呢 闹到这个国际华联当中 结果这种的判决 我们也看到了国际华联呢 是驳回了韩国队的申请 并且再次重申呢 是韩国队这边选手犯规在先呢 最终是导致被判出去的 所以可以说其实啊 这一次的话 韩国队他们本身的问题呢 确实是非常多的 而且呢很多时候是因为他们犯规呢 才导致最终丢掉金牌 但是他们呢 却把这样的一个责任呢 推给主委会推给裁判呢 无疑是无理取闹的 是完完全全的 没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而就在最近那么 其实值得高兴的是呢 目前呢 针对这些犯规的问题呢 我们可以看到的话 就在最近的下午两点钟左右呢 目前的国际奥委会 也是正式做出一个最新的官宣 这个官宣对韩国队来说呢 也就意味着 他们之前这些犯规的小动作 那些阴谋呢 被彻底的识破了 目前根据媒体的报道 可以看到呢 国际奥委会是宣布呢 将在2026年的一个 意大利的奥运会当中呢 再次去运用 这一次在北京奥运会呢 首次使用的一个高速摄像头 接下来也就意味着 到时候的话 所有犯规的一些小动作呢 在之后的奥 冬奥会当中将会无处遁形 你稍微想去阻挡别人前进呢 估计啊都会背叛犯规 被剥夺呢 获得金牌的一个资格 接下来对韩国队来说 他们这一次呢 无疑是摊上了一个大麻烦 因为我们也知道在过往的话 其实韩国队呢 经常因为一些小动作犯规的问题呢 被其他的国家队给诟病 也曾经是闹出过 很多的一些问题和风波 所以可以说这一次啊 那么其实国际奥委会的话 决定再次把这个高速摄像头呢 用到下一届的冬奥会 甚至以后的冬奥会呢 都会去使用这些高科技的设备 也就意味着韩国队 以前的那些小动作呢 将不会得逞 甚至很有可能呢 会影响到他们后续的一个成绩 啊当然相比较之下呢 那么我们中国队一直以来呢 干干净净 并且在比赛过程当中呢 从来不会去伤害去干扰对手 那么我们呢 如果说之后 能够在这么好的一些摄像头 或者说这么好的一些高科技的保障之下呢 中国队将能够干干净净的赢了一个比赛 我们呢将会成为一个最大的赢家之一 所以可以说 其实现在的韩国队 他们的一些内心的一些阴谋呢 无疑是被逐一的时候识破了 之后啊 他们在之前冠使用的一些小伎俩呢 之后肯定是不能够再再次使用 否则对他们而言呢 越是去做出一些小动作 越是吃亏越大 到头来呢 越是连一块奖牌都没有拿到 可以说是得不偿失了 所以接下来 我们也希望在这样一个国际奥委会 官宣最新的一个规则之后的话 也希望韩国队这边呢 能够迷途吃反之后的话 能够在赛场上呢 去尊重对手 把动作呢 放得干干净净 通过自信的努力呢 去完成比赛 接下来呢 我觉得其实这样的选手呢 才会值得大家的尊重 才会获得呢 大家的认可 那否则在此之后的话 他们的口碑呢 肯定会变得越来越糟糕的 好了 本期的量彩聊球 就来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